SPA館的這個服務人員 就有過來跟他解釋 為什麼有這個動作 是他們坐在這邊 SPA館是跪著跟他解釋 所以這標題就嚇得蠻猛的 主播怒嗆下跪 因為他們是跟他爭取說 怎麼會讓我們老人家等那麼久呢 那SPA館就解釋說 因為前面一個客人 坐的時間久了 耽誤了 可是各位 因為很多觀眾朋友就說 喔 主播有這麼大嗎 你知道有人爆料 就說主播了不起啊 有沒有 這裡 好 了不起啊 氣人太陷了 為什麼要叫這個服務人員下跪 不可能啦 誰都沒有辦法叫人家下跪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確實就是說 因為那個時候呢 等了這麼長的時間 的確是讓梁莉蠻不開心的啦 那這裡面報導還講 就是說 梁莉有怒嗆說 我要跟我們電視台新聞部講啊 你們這家SPA館這樣子對待 我們是不對的啊 好 這新聞就做了這麼大 這是根據他的報導啦 但是我個人小小評論一下 我是覺得說 因為梁莉很有名 他又是主播 所以這新聞會被放大 那可能我覺得是讓爸爸等是事實啦 但他有沒有這麼兇悍 我是覺得應該不至於 所以 蔡惟哥你看到這個新聞 第一時間你也蠻震撼的 不過你有打電話到飯店去求證 飯店的公安其實是說 我們真的很對不起梁小姐 我說為什麼要這樣講 他叫人家下跪還對不起嗎 他說沒有沒有 真的不是這樣 他們就有解釋一下說 因為他說梁莉的爸爸是比較瘦小 所以他是坐在椅子上面 坐在椅子上面 而且因為是他們的確是他們不對 所以當這個人去跟梁爸爸 就是要解釋的時候 你不可能叫他站起來 他是坐著嘛 所以他當然是蹲在他的旁邊 有一點就是高跪地這樣 單膝跪地 那會不會是看的人 那個角度看起來好像就是他下跪 那因為那個時候梁莉其實是 跟他爸爸在同一邊 梁莉是很生氣沒有錯 我覺得換成我們任何一個人都會覺得 你五星級飯店怎麼會出這樣的報 不想讓爸爸等日久 對 怎麼會出這樣子的報 那他們是講說 因為就他們現場的人員聽起來的 這不是聽起來的 看到的狀況就不是像報告者講的這樣 你也知道嘛 一般人在看待事情 那個三個人都會有三個人 懂不同的看法的 那警警一個民眾 他在旁邊旁觀徹擊 然後寫了一封函 然後他爆料給這個報社 那報社就這樣刊登了 其實這也是台灣一個 有時候很多奇怪現象之一 而且那個人是誰我們也不知道 就像很多網友 他躲在後面一直講 如果這樣能成立的話 那比方說我匿名 我寫了一封跟花花有關的 那全部都不是事實 東扯西扯一頓 然後寄到報社去 那報社其實他也沒辦法 做太多的查證 常常就是一大片報導 然後最後呢 他就是表面上給你平衡報導 但是平衡是什麼 最後一句話 當事人否認 飯店否認 對 一句話 兩句話 或者當事人聯絡不到 可是你知道都得在看新聞是怎麼看的 不會看到 你們就看那個大標 一上面就不會看 就算看內文 就算他很仔細看的內文 他也不會 他有選擇不會相親的後面那兩句 當事人否認 一定否認的 大家做誰心虛 一定都這樣 所以這個報導 對當事人傷害很大 可是這也跟我們反思一個問題 名人 名人本來在外面動輒得救 那個有的藝人 因為實在很累 記得要回家 結果被一個路人 強行拉住 欸 我要跟你拍照 那個路人說對不起 那個我急著要走 馬上被那個人爆料說 耍大牌 囂張 陸中無人 對 之前有類似這樣的新聞說 所以這個名人 要付出的代價就是說 要必須更謹慎 或者講話更得體 如果啦 爆料屬實的話 但下跪那個事情 我實在不太相信 有沒有講到說 我要調新聞來採訪 因為我是東升新聞 我要來報導你們這個事情 其實我過去也看過媒體的朋友們 也這樣子幹過 就是在餐廳吃個飯 然後稍微不喝湯 他也可能太閒了怎麼樣 然後就跟服務生講 那服務生態度有點說 太閒 可是我們這間餐廳 就一直都這樣啊 我跟你講 我明天要找人來採訪你 我要來報導 所以你們這間餐廳太閒 其實有時候確實也有媒體人 有時候會用這種 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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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沒有發生過 所以本來就是 當然人在吵架 氣頭上面什麼話都可能說得出來 但是越是名人 越是講話可能要保留一點 免得被人家講閒話 或者是拿來做文章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就是名人是要越小心 所以我聽過任爸爸講過一個 就是任榮軒的爸爸講一個事情 他說他們那時候養狗啊 晚上出去遛狗 就是Selina 晚上出去遛狗 六六六 突然那個狗狗啊 因為牠要 突然要大便 可是牠的紙已經用完了 但是 其實這四下是無人的 可是Selina怎麼辦 怎麼辦 牠把手伸出來 就讓狗的大便 大在自己的手上 然後捏著 捏回家 再處理掉 為什麼 牠知道說 這麼多年來 牠知道牠會身為公眾人物 你不曉得任何時候 也許有件事情在拍你 會被牠看到 牠拍到你就完蛋了 可是我就是要維護那個形象 你就是一定要做到啊 今天謝謝你們 哈欣文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鑫言 鑫言 我是 警察 他 今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